好 繼續我們要來看的是老房子 怎麼樣改造成為無障礙的空間呢 伊甸基金會向台北市國宅處 承租了一整層的房屋之後 花了一百萬元 改造成為無障礙的住宅示範屋 讓三十年的老房子大變身 可以坐著輪椅 在家中活動自如 洗碗跟煮飯都很方便 打開這個電動門 走進這個家完全無障礙 不只高高低低的門檻不見了 從客廳到房間的走道也很寬敞 這個空間我都很洗 非常喜歡 尤其它那個走道的空間是非常大 那我像我們這樣坐輪椅 我這台輪椅算很大 我們這樣在回轉的時候 其實非常非常的方便 原本九十公分的走道 改造後拖寬到一百二十公分 坐著輪椅也能洗完使用櫥櫃 抽油煙機開關往下移 要煮飯也沒問題 不只空間無障礙 生活用品設計也很貼心 曬衣的時候它可以就有那個繩子的升降 把那個曬衣架把它緩慢的弄下來 我這樣很輕鬆我就可以掛到 這間房子是伊甸基金會向台北市國宅處 乘租後花了一百萬改造的無障礙住宅示範屋 讓三十年的老房子大變身 不過伊甸基金會更希望未來社會住宅或新房子 也能一開始就設計成無障礙 想像的情境變成一個實體的一個參考 然後這主要就是藉著這樣的示範 讓大家實際可以去體會 什麼是無障礙友善住宅 這個示範屋剛落成 初期開放參觀之後會租出去 伊甸也強調台灣邁向高齡化社會 無障礙住宅的需求越來越大 也期待產業界能看見這個需求 記者全咨詢鄭峻台北報導